吴林朗 游宾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疫情了 花莲连续三天维持零确诊 那么多起家族群聚案 疫情也获得了控制 因90岁以上将着还打疫苗 花莲今天开始就开放了83岁以上的老人家来施打 那么花莲县长徐政卫就说了 疫苗有剩 24号是全面启动 长者来接种疫苗 新闻学生表示 花莲染疫共68人 治愈出院42人 26人住院治疗122人隔离当中 临确诊 站站进京 确诊 隔离 疫苗施打 筛检 纾困 无管齐下 并且针对台尼 亚尼两个公司做企业筛检 作为民众也可以参与快筛 确定身体状况 等于AZ疫苗出现缓打的现象 花莲长者接种率从原本的40%降到16% 节日期开放75岁以上 原住民65岁以上长者 到卫生所电话预约四大 今天已经是第二梯次的 我们的长者的这个接种 而今天的接种 这个因为 AZ疫苗这个影响 所以有很多的乡亲或者是家人 会跟长者这个讨论 以及跟家庭医师讨论 所以今天的接种大概是一成五 我们有一个预约 就是举凡我们的7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 还有6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 我们从明天早上就可以 这是施打 这是接种 从明天早上就可以开始预约 而预约的电话是我们各 乡镇卫生所预约电话 也有网路预约 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家人的年轻人 帮忙用Google表单来做预约 预约电话是所有十三乡镇市的卫生所 那也可以网路上网来做网路的预约 明天早上九点开始预约 而什么时候开始施打 六月二十四号六月二十五号 也就是我们第二梯的长者 礼拜三打完以后 礼拜四礼拜五在原场地来施打 所以六月二十四六月二十五 这个星期四星期五 开始为我们全县的长者来施打疫苗 华人县卫生局长朱家昭表示 从五月二十六号到六月二十号 共快篩一万两百八十人次 快篩阳性二十八人 P3应出七人染疫 有许多乡亲反应解隔离之后 反家遭到异样领光 他强调 大家共同敌人吃病毒 希望民众能够用爱接纳 康复出院的乡亲们 没有传染力 要做暴动 多接纳 谢谢大家 欢迎观看